现如今啊,想吃肯德基麦当劳,不用跑商业区了,有可能就在你家门口 想去应聘阿里腾讯的IT岗位,也不用找猎头了,可能HR就蹲在你家街角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火遍全中国的地摊经济 经过了疫情的大洗礼,中国的社会环境已趋于稳定 各种商业形势都在努力恢复疫情前的正常运营 境外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影响,面临被裁员的命运 据政府统计,从2月份开始,中国因疫情影响失业率在20%左右 有2000多万人失去了工作,考虑到许多为何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口 可能并未纳入统计之中,实际数字只会更加严峻 百度一下,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分享他们的失业经历 有从事制造业的鱿鱼没订单,工厂放假两个月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昨天还在熬夜改项目,今天就紧急通知整个业务被裁 有的公司,昨天老板还在微信群里鼓励大家 今天就宣布公司破产倒闭,全员都被动失业 还有的直接刚复工第一天就被裁了 更刺激的是,今年6月将会有870万应届毕业生加入找工作大军 今年中国的就业环境可谓是刺激战场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环境 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了一条新思路,全民摆地摊 李克强说道,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 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这条建议一出,网民可是炸了锅了 摆地摊的话题迅速登陆各大媒体平台的热搜话题 其实现在发展势头强劲的电商行业就是摆地摊行业的升级版 因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各地的摆地摊经济已大量减少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大多链摊的是卖早点小吃的 天桥贴手机膜的,夜市上卖小商品的 因为小摊贩们风餐露宿 且城管因为管控城市环境为由,常年打压驱逐小贩 链摊被大家认为是低层次,且非常不稳定的行当 但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中国的摆地摊经济就开始出于起飞状态 养活了一大批现在的互联网大佬 联想总裁柳传志 在康开始创立联想时一穷二白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逼到走投无路柳传志 带着他十名员工一起,当起了地摊饭 拉着一辆平板车去各类市场里批发服装 电子表,甚至电冰箱等物件 拉回中关村里叫卖 因为炼摊叫卖电子产品 让他发现了做电子产品的契机和市场 最后造就了中国PC行业的神话 而马云在创业初期 为了能支付当时经营的海博翻译社的运营费用 也做起了地摊生意 白天马云和创业伙伴们一起都在翻译社内进行工作 而到了晚上 马云就带着闲暇时去一屋 批发到的鲜花、手电筒、内衣、袜子、工艺品 到大街上摆起了地摊 那时的杭州街头 常能看到马云在地摊边叫卖 后来马云回忆起这样一段地摊经历时 常感叹到 自己就是为了能够让翻译社活下去 体会到了什么面子都不重要 再到京东总裁刘强东 刚毕业的刘强东因投资失败 不仅将自己大三开始接活赚到了20万赔的金光 而且还欠下了近10万的巨债 最后在中关村炼滩 做起了卖光碟、影碟机、克路机、压缩卡的生意 那时中关村经常听到刘强东游荡在大街上 四处对着来来往往的客户叫着说 大哥要碟吗 因此地摊经济政策一出 立刻唤起了各位互联网大佬的轻松回忆 纷纷站出表态支持 阿里、京东和苏宁为了顺应政策 推出地摊扶持计划 马爸爸是700亿免稀奢购 东哥是500亿货元 苏宁则是金额达到1000亿的夜逛合伙人 而此次成都市成了最快响应号召的城市 截至5月22日 成都全市设置临时战道摊点 摊区2234个 允许临时院门经营点位17748个 大型商场战道促销点82个 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891个 增加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临时投放点位 6103个 解决了10万人的就业问题 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 甚至城管也出面 利益要摆摊 很多新闻媒体称 地摊经济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新冠时代的救星 但小编认为 此时鼓励地摊经济 确实可以切实有效地解决很多失业人口的温饱问题 但是是否可以就中国的经济于水火之中 再次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各大新闻媒体推崇的炼摊月入几万 年薪百万 还有开着奔驰大计炼摊的人群 毕竟是凤毛麟角 且不乏作秀元素 开着奔驰宝马是一种营销手段 还是富家子弟的体验生活 这都无从得知 对大多数人来说 更不具备任何的参考价值 毕竟做直播的人千千万万 而李佳琪只有一个 并且跟30年前物资匮乏的中国相比 现在的电商货源充足 且样式齐全 价格透明 当天送到 七天可退换政策等 更具有竞争力 炼摊对大多数人来说 也只能暂时解决温饱 而想要通过炼摊致富 且成为长久的职业 小编觉得并不科学 中国如果想要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 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来做支柱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 现如今中国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 是因为占人口优势 很多高学历的人为了赚快钱 转行送起了外卖 摆起了地摊 开直播 做起了up主 浪费了一身的才华 尽管现在中国在开放二胎政策 鼓励大家加入生产大军 继续增加中国人口 但是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还是在不断的下降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口红利不在了 荣誉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又将何去何从呢 通过鼓励大家炼摊 来解决疫情过后的就业压力 非常可行 但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未免有点玄幻了 感谢观看